这叫龙刑 龙刑我们红胶拳正常是打大红拳 大红拳龙刑的时候是打龙 真正的龙爪手 所以这些位置 这些关节位 吸位一定要有形意式 我们玩形意 运手都是求猪 捧着猪 幻想 这是龙爪 变龙爪是这样抓出来的 不是虎爪 是这样抓出来的 一叹回来 就是两条龙的手 我们五形里面 这个就是龙手 蛇 我说过我们玩大红拳 蛇是怎样呢 不动的 要动的时间 要动的时间 就是身要帮着它 突然一打你的位置 是沉这么多 沉就飙了 沉桥飙子 我都说过 射 如果你想两枪坏 就没可能了 因为虎爪 五形拳 就是我们打个大五形 就是这样的 射熟手 是这样的 虎 大家都知道了 爪手 向上握 老虎手 不是这样摊开手 摊开手是没力的 是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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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摊开手是哪有力的 看出来也不像是老虎 只摊开手 是爪手 爪 这样就爪 这样就爪 伤爪 这就是爪手 这就是爪手 一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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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手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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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没有看一队公司 我打炮炮 炮 一串炮掌就是这样打 炮 连续性 有短 有长 这样才好 但是 ia挺漂亮 最高 спас的 可以翻吸 毕竟抖 抖 抖 在关处 插 它不去 五刃就是这样 鱼指 有两个人打不一样 是这样 鱼指 再弄尖 碗不尖 会变成这样 我们变成一个尖 拨 拨 是这样 所以鸽嘴是尖眼 也可以幅大一点 插喉 这位置不够力 你可以玩一个 我们虎鹅商联里面的刺旁 鸽的刺旁 用到鸽的旁边的嘴 这样就漂亮 盖 这个叫蛇鸽手 是一个默契 一刀就出了五形 还要说身形 不是这样 龙形的款式 走龙布 是否是走龙布 这些刀 吞珠 拔出 拔回来 即是要走步法 合乎那种意识 拔出那种意识才好看 因为这样死斑斑 龙形我 虎形我 学嘴 这些是一般见解 浓缩 功夫不用学多 有一套犬 自己最爱的就够了 已经拍手掌 一套犬不行 求求其其 打十年八年都没用 真的 一套犬跟着三套犬 一把刀三把刀 一条棍两条棍 不是李师傅 很多老师傅都明白我说什么 OK